这是一只单身十年的蚊子 他轻轻飞起 找到了一只长胡子的女丧尸 只见小嘴巴一亲 吸满一斤血后 在被拍死之前赶紧飞走 丧尸气得直扇巴掌 还被喷子大叔趁机干掉 很快 那只亲了丧尸的蚊子就醉了 趴在车上变异后 接着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在路上 防蚊灯都拦不住他的脚步 他来到一处民宅 盯上里面的人 可刚想下口 就被男孩的口臭熏跑 一气之下 他找到了最老实的球哥 冲上去就是一顿猛咬 就这样 他咬了球哥几十下后 最终死在了球哥的脸上 到了晚上 球哥彻夜难眠 还做了一个怪梦 他梦到球姐两人 正在吸食阿珍的脑汁 还邀请他一起享用 在梦里尝试了脑汁的味道后 现实的他也在啃着球姐的脑袋 到了第二天 他的行为越来越反常 开始止不住地流口水 而且吃啥啥不香 为了填饱肚子 等其他人走后 他打开冰箱 拿起三天前的生肉吃了起来 那味道直呼啊塞 可刚吃完 他就坐在地上 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 此时 他的肚子依旧很饿 只见他头一转 盯上了球姐的兔子 可刚拿起来 就想到兔兔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兔兔呢 他只好猛吸一口 接着放了回去 为了解决食物问题 他带上打野装备 打算去外边吃点野味 可他一见到浣熊 却被直接吓跑了 想抓只青蛙 可疑速却跟不上 没办法 他只能挖开土 吃起了蚯蚓 很快 他回到家后 失落地坐在沙发上 无止境的饥饿 让他特别难受 饿坏了的球哥 抱起兔子 无言乱语 还承诺兔子绝对不会吃了他 可越闻越上头 而懵逼的兔子 更加地懵逼 下一秒 面对球姐质问 球哥只好摊牌 说自己是一只丧尸 可球姐却觉得他疯了 甚至怀疑他因为婚礼的事情 患上了妄想症 只见球哥说自己怎么都吃不饱 可一见到生肉就特别的渴望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是丧尸 他们来到镇上的肉骨 里面都是新鲜的生肉 球哥和老板说要几份脑子 没想到老板反应特别激烈 只见老板拿出了一盘脑子 球哥看到后 顿时就忍不住了 他拿起一份松鼠脑长了长 那味道真上头 老板看到相同爱好的球哥如此兴奋 直接把私藏的熊脑拿了出来 球哥开心到差点晕厥 可老板刚想介绍烹饪方法 球哥却早已炫了一大口 就这样 打包了所有脑子后 离开了肉铺 回到家后 他们还发现球哥没有痛绝 就这样 他们开心地玩了起来 没有痛绝的球哥 成了众人的乐子 阿强拿飞镖插他 两人追逐打闹 做烧烤时 球哥甚至不用夹子 就能拿起炽热的肉款 但欢乐的时光 总是那么的短暂 到了第二天 一辆神秘货车来到了他们家 下来的两个人告诉他们 自己是出了名的丧尸杀手 几人一听瞬间呆住了 为了保住球哥的性命 他们没有将其说出 没办法 他们给了球姐一本丧尸手册后 留下名片就离开了 到了晚上 阿强细评手册的内容 他说丧尸如果没有吃饱 饥饿感会冲昏头脑 并且身体会逐渐腐烂 而球哥的状态正是如此 他已经病到可以将耳朵徒手撕下 球姐为了完成婚礼 依旧不放弃他 可现在球哥的饥饿感又来了 为了维持球哥的状态 他们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 一切准备好后 球姐两人来到一处酒吧 下车对着这个大高个打了招呼 可他们选的这个人 似乎有点傻 为了让他安分点 球姐直接垫晕了他 此时 阿强为了控制球哥的欲望 用西瓜假装成脑子 让他暂时填饱肚子 可身后的球哥 却盯着他的头看 甚至挠不出了美味的画面 可阿强发现后 直接当场翻脸 就这样 阿强离开了房子 怒气上头的他 拨打了丧尸杀手的电话 杀手听说有丧尸出现后 果断答应了他 接着让他们保证 不准伤害丧尸后 便挂断了电话 此时 球姐两人已经回到了家 三人合力把罪鬼丢到了地下室 还告诉球哥 这是他一周的伙食 球哥听完乐的不行 于是 他拿起工具 来到地下室 开始寻思着如何吃掉罪鬼 可尝试了好几种工具后 善良的他都无法下手 可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发生意外 丧尸杀手已经来到他们家门口 阿强迎接他们时 才发现两人居然盖了喷子 很明显 杀手标哥并不想活捉丧尸 尽管助手标姐在一旁解释 但标哥依旧我心我素 很快 标哥冲进了房子 球姐刚想解释 可地下室的动静却暴露了情况 标哥果断打开地下室的门 当场抓住了球哥和罪鬼 随后 他把球哥带上车后 正打算离开 可阿强却对他十分愤怒 明明答应了他不杀丧尸 可现在却做出如此决定 标哥也懒得解释 直接把球哥拉下车 决定原地送走 球姐见状赶紧上前拦住他 但标哥还是举起了枪 正当他要按下扳机时 阿强冲了出来 众人见状 一窝蜂地扑了上去 终于把标哥扑倒了 就在球哥下口时 他却保持理智地站了起来 此时 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性 为了众人的安全 他决定让标哥干掉自己 他简单和众人告别后 站在了枪口下 没想到 标姐居然卖队友了 他告诉众人 他被这一幕感动了 还说自己是个研究员 可以研究出丧尸解药 前提就是要割点球哥的肉 如果研究成功 他就可以成为名人了 可没等球哥答应 突然 两个杀手全被干掉了 球姐为了自己的婚礼 选择保护男友 就这样 他们开始了人丧情未了的日子 好了 最后总结一句 丧尸之爱看似美好 就是过程废点脑子 耶球讲电影 我们下期见